哇 风吹的好舒服啊 太阳晒的暖洋洋的 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天气很好 今天可以出发了 去吧 你也洗了吗 还没洗呢 你再睡一会儿啊 等我把早餐做好之后再叫他们起来 早上的时候山上 淫雾飘渺的 看起来山景不错啊 你们看昨天山上还有些雪 因为它没有花掉呢 不热吧 你喝奶吧 洗个澡啊 谢谢 谢谢 你自己的袜子 今天早上吃麦片 简单方便 和爸爸起床吃饭啦 晴天快点 起床 走宝贝 妈妈帮你过去了 爸 爸 坐上你的宝座 坐上去啊 好了 坐上去 咚咚 把床铺好一下 把扣子扣起来 吃完早饭 怎么要出发了 水箱已经见底了 我们今天要在路上走一天 走那个洛克之路 加两袋子这个水进去 够中午吃饭用水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水管接不了 而且也不用加太多水 防那么长的路 袋子它耗油 太阳出来了 照在身上网呼呼的 今天我们去走这个路克之路 这个天气 颜色肯定很美 我家QBO 又在哭啥吗 啥的吗 要啥啥吗 哦 好好好 好 哎呀 糟了 你拿不进去 你说说你 用公交车里站 你不得给你拼那么保密的 你不穿鞋鞋啊 不穿鞋鞋啊 不穿鞋鞋 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穿鞋鞋啊 喂 你都吃了 你都吃了 10点钟 我们开始 我们要穿鞋鞋啊 出发路克之路 108公里的路程了 全是这种抛蛋坑 没有服装的路面 听说是要走个六七个小时 看一下我们这个车 要走多久才能到 看这个叫黎巴村的 这个村子好大 对吧 特大 然后每家每户上面 都装了很多太阳能板的 这样子供电挺好的 这样子供电 对啊 这个村子还不错 刚刚经过了一个检查站 检查站 登记一下什么是 然后现在的话 我这个路 这个路跟前面的路真的不一样了 这边的路更难走了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这个抛蛋坑太匿迹了 这个走起来了 哦 这个真的是要很慢啊 慢慢摇过去 我们这种房子走这种路 真的要慢慢慢慢 要不然里面 对啊 要闪架了 咬的太厉害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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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这里面这些东西晃的 特别是每次开这种路的时候 上面窗帘 全部都晃下来了 哦 那些柜子里的瓶瓶罐罐都在响 我们刚进来没多久都已经走过好几段这种路了 这个路走起来真的是超级满了 怕不得人家说要开那么久呢 这个路真的也是太难走了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房车 那简直就是更难走啊 应该很少有房车挑战人 嗯 现在是11点半 我们跑了差不多40公里了 才40公里 前面的40公里还是挺好跑的 前面的40公里算是挺好跑的 现在这路一看 都是这种炮弹坑的路 超级慢的 车子摇的不斜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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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两个小时了 现在12点了 我们走了一半的路 就是Vlogger之路的中间路段了 它的景色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准备停车在这里做个吃 吃个做午饭 下来吧 下来看一下风景吧 宝宝睡觉了吧 我们关上 这风吹得挺舒服的 舒服吗 穿着雪山 整个大片 看我最喜欢那个云的 你看这风吹的 后后都飘来飘去的 刚刚之前远远的时候看到的时候 也飘得特别好看 后面那个云好厚 风吹得好舒服 太阳晒得暖洋洋的 随便做点面吃 海拔是3,500 庸座 你也吃饭了 给那狗粮给你抛在里面 这种地方确实是要有一个越野车来最好的 叫车来会颠死 我们已经颠了一路了 但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景 其实很漂亮 上面这些山都是这碎石头 像这种碎石头是最为滑坡的 一到下雨天就滑得厉害 看在下面这些石头 都属于这种碎渣渣的石头 这种滑坡是最厉害的 坐好了 快来吃饭 这边的 但是这上面的东西没有垫下来 很顽强 后面这段床上这段 床上已经颠得不成样了 爸爸睡觉睡着了 给他颠睡着了 这几包这么大 面条配大蒜 两包这不是方便面哦 它只是像方便面的形状而已了 吃饭 床上休息我就敢怒了 王 诗 杀